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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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个通知出了之后呢 不是马上就更新了 他们万圣节包括的内容呢 有万圣节派对 连续7天派对等你来参加 完成多种任务 即可赢取奖励 这个连续7天就是说这个活动总共有7天 有不同的奖励在里面 狂欢之夜 与盟友一起制作南瓜灯彻夜狂欢 狂欢之夜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会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全部盟友帮忙一起去完成这个活动 但是他给的奖励是没有包括7000宝石的那个奖励的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很像我们之前玩那个营运流营 就你可以把你的宝石去换别的东西 再用那个东西完成你们这个狂欢之夜 所以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 至于会不会是7000宝石的那个活动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他这边是写 与盟友一起制作 如果是7000宝石以往的话 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是7000宝石 但是这种活动呢 都必须要买礼包 因为你需要用到宝石去兑换它那个物品 再用它的护平去完成这个狂欢之夜 所以我先给大家知道你们要必须准备你们的钱了 而且现在有转轮盘 我的万国有转轮盘啊 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连续三天的话 可能三天过后就会更新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都是万国觉醒的老玩家 知道万国觉醒的奖励 通常三天给你去完成需要用到宝石的活动过后呢 第四天就会跳出节日活动需要你去完成 而且是需要用到宝石的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知道 头淘宝礼暂时不会来 因为上一次头淘宝礼是10月4号 所以今天还不会那么快出来啦 通常要等到11月中才会出现 所以我给大家两个选择 一就准备你们的钱 二就准备你们的宝石 但是我觉得礼包应该是值得买的 闹鬼南瓜其实它就是说你可能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去收集南瓜 像打野人 收集城内资源啊 还有采集资源 万圣惊魂叶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用宝石去换了那个物品 那个物品就可以拿来换城市皮肤 换镜头 换一些资源之类的 至于皮肤那边呢 我认为没有玩奇兵的玩家可以不用去收集 虽然是很好看啊 我也想收集啊 但是那个城市皮肤的争议是给布兵的 我没有用到 所以没有必要去拿 诡异的目的 城外的目的传来若有若无的哭声 被困的鬼魂等待你解救 这个活动好像是我们上次玩的那个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但是上次我们完成那个活动叫勇敢者的游戏 但是这里看到的部分是写诡异的目的 所以我猜测呢 可能是农庄那边闹鬼啊 需要我们去解救还是什么之类的 至于下面呢 是中国他们的活动啊 争论多秒 保护物资 不过你们可以注意这两个活动 振奋多秒跟保护物资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我们的日历有没有出现这两个活动 再来就是我这里其实有收到另外一张图啊 就是说他们更新呢 预计是26号到2号之间呢 他们会更新 更新的时间呢 是3个小时 下面也是写万圣节活动上线 不过这个信息呢 是来自陆服那边呢 我们国际服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不过这个活动不出现 或许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好事情来的呢 不过这边做一个我个人的推测啦 我觉得 可能万国觉醒他们比较注重在陆服那边 目前啦 因为陆服那边现在很多新玩家和土豪嘛 所以他们现在比较专注在陆服那边 至于我们国际服呢 可能是太多投诉啦 太多问题了 所以他们暂时搁在一边 又或者我们国际服已经更新了新的统帅嘛 他们觉得放了一个新的统帅在陆服那边呢 我们就先去陆服那边完成一些新的东西先 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活动的更新 但是我们这边已经出现了皮肤嘛 有皮肤就代表一定有活动 不可能没有活动它就出皮肤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际服呢 万圣节活动还是会出的 但是几时会更新 这个就不清楚了 不过今年的万圣节是10月31号 可能是31号他们才会更新 而且看到陆服的通知 它是写26号到2号之间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啦 我们再等等看吧 因为以我的看法呢 如果我真的是万国觉醒的游戏公司呢 我会选择国际服跟陆服两边都出活动 没有理由只是把一个鸡蛋放在陆服那边 国际服那边完全不动 不过在我刚刚给你们看的第一张图呢 不是有写这个万圣节活动会跟着保护物资 还有分多秒 两个一起出嘛 但是我们看到国际服这边的热力呢 是完全没有这两个活动 而且后面热力呢 都是空的 我觉得可能万国觉醒他们真的是忘记国际服了 不把国际服放在眼里 不过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要更新万圣节活动 最迟今天旁晚或者是明天左右呢 就要发一个通知说我们会更新万圣节的活动 然后要停停止游戏可能三个小时我们去维护这样子 今天万圣节的东西暂时讲到这里 但是我这边还要透露一个东西就是英雄战阁 其实英雄战阁之前我有讲过一起了的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我有一个账号在1001那边 我看到有19个王国在匹配 至于排行奖励除了1到第8名之外呢 还有多出来第9名到第100名 这个截图其实讨论区那边也有人放过 但是它第9到第100名是不是在暗示说 这个英雄战阁有可能可以放到100个王国这么多呢 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啦 今天的影片暂时讨论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就订阅我吧 别忘记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哦 可以收到第一时间的新消息